西九為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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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宮文化博物館爭議不斷 港鐵站的大型展覽 主辦單位康民署解釋過 與西九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計劃無關 但這裡仍然成為示威的場地 原本西九管理局在昨天就故宮文化博物館 展開六個星期的公眾諮詢 也突然延後至今日 董事局會議後舉行 但諮詢範圍主要是有關博物館的設計 和營運等等 對很多市民想說的意見就沒有觸及到 為何是一個故宮博物館 而不是其他博物館 而本來那個規劃的地方是一個表演場地 為何又會失去表演場地 而變成一個博物館 陳錦成是藝術發展局委員 他說業界一直需要表演場地 故宮文化博物館不一定要落湖西九 其實在營傳的博物館裡面 好像我們後面這間文化博物館 它也有一些處理文物的經驗 況且它現在都在展出一個故宮的文物 所以其實是否真的需要重新建一座 還是在現存的博物館裡面 可以間出一些空間 做一些長期展出 不放在西九是放在哪裡呢 馮永基是西九管理局發展委員會成員 曾經任職建築署 有份設計現在的西九海濱長廊 他說康民署轄下雖然有不少博物館 不過在政府的架構底下運作 要處理很多繁文玉節 不及西九那麼靈活 而西九管理局的出現 就是想有一個新的架構 可以有靈活性 可以容易接受捐助 容易可以扣藏 西九就是一個香港自己未來很重要的一個藝術 新的一個區域 其實帶來了整個文化上的改變 所以一定在這裡 沒有另一個位置 除非你又是很大的爭議 就是擺進去拆了原油等等 那個其實可能說夜長夢多 不知道多少年都發生不到 我好像很荒謬的說法 其實如果你看到康民署出現了這個問題 為什麼你不改善康民署裡面的那種架構 似乎是有些更高的權力 在這裡決定了要在西九這個位置 林鄭月娥上星期五到立法會解話 說在西九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建議 是2015年 由北京的故宮博物院院長提出 另外因為西九文化區正是面對財政困難 所以建管的費用 由香港賽馬會捐出35億 我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就是資金從何而來呢 如果這個問題是未能解決或處理得到 以什麼基礎去和市民探討 要在西九文化區多建設一個核心的文化設施呢 在程序上這樣做法就變成了被人有少許黑箱作業 經濟學家關卓照認為 市民未必會接受這次西九繞過立法會 向馬會申請捐款 又說雖然馬會曾經出展起海洋公園和公眾高爾夫購場 不過就和今次的情況不同 當年Ocean Park這件事 大家知道香港是沒有FIN Park的 另外西貢的教授的哥爾夫購場 當然要建 全香港大型的哥爾夫購場 特別是私人 當然要建公共的哥爾夫購場 但這間所說的博物館 是否香港為一個大型的公共的博物館 當然不是 這其實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因為香港當時一直都要行低稅制 低稅制是怎樣去支援這麼多社會裏面 各方面的東西 那就透過馬會 他有沒有犯規呢 我就想問 等於基管局現在他起三炮 他又不問立法會拿 他又自己籌到錢 不傷害到大家 那會沒有犯規 馬會的慈善基金 你用了他一元 將來會少一元給其他機構 因為你看馬會的慈善基金的 部分裡面只有270多億 你拿35億的錢出來 已經佔了十幾% 馬會上星期五發表聲明 說捐助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 是鑑於它是一個既獨特 又有意義的藝術文化項目 又說這次是特別的捐款 不會影響基金的恆常性慈善捐獻 本來香港能夠長期展出故宮文物 是一件好事 但由簽署合作備忘錄至今 只是短短兩個多星期 由批評沒有諮詢 到最近質疑西九管理層 偷步委屁嚴信旗展開設計工作 爭議點越來越多 或者政府和西九管理層 更加要學會如何處理 公眾對程序公義的期望 公眾對程序公義的期望 中文字幕提供 投票 明記者會